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哎哟 喂 正好挂掉了 哎呀 可惜可惜 哎呀 再多想两下嘛 就打进来了 嗯 好 听众朋友们 时间过得很快啊 现在已经到了六月的要下旬了啊 哎呀 已经到了六月十八号了 六月下旬了 所以呢 这个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喂 您好 喂 您好 讲吧 喂 海担 你好 你好 我就知道你打进来了 好了 稍等一下 我找那个纸 你能不能找个普通话好一点的讲啊 哎哟 海担 1965年以53岁 他身上肶癌症 左右做了总有却除三个月 做习利点查 特不有癌症去招 要做发疗 放疗 身上癌症是什么严肩 身上有灵性啊 叫他赶快念啊 小房子不够啊 小房子要多少 他许愿了一千张 差不多了 小房子现在就是念不出来呀 一千张 念出来嘛 还要放生 听得懂吗 他放生许愿一万条一 你刚刚干什么 出了事了 我放生 我许愿 我念经 早点怎么不念经 不放生的了 每一个都是临时抱佛脚的 长长 在这同学都很勉异做那个义工的 我每次会都看到 那也就是这几年当中啊 而且 有的时候人的节来了 逃都逃不掉的呀 那就是靠平时多努力的呀 听不懂啊 他的羊羞还有没有呢 他怕过不了啊 这个管口 他现在几岁了 五十三处 1965年 五十 叫他念掉呀 念掉之后应该 应该还可以的呀 现在在治疗呀 哦 他治疗 嗯 还可以的呀 他可以过吗 应该的 我看他现在 我看他现在就是灵性要得急呀 要小房子要得急 他如果念不出来的话 或者放生啊 念经啊 不行的话 他就会把他带走的呀 哦 嗯 刚刚讲了 就一千张赶快念掉呀 许愿的 哦 他的连环 八二十七 掉下来了 这就是 掉下来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莲花不掉下来 死不掉的呀 哦 听得懂了吗 嗯 他教你有俗上来吗 对呀 没什么 看他左面 他佛太的左面 有很多灵性哦 哦 过去有杀业 杀业 有杀业 他有杀业啊 嗯 他讲他在背部留着 他就挨去刀哦 对呀 就是杀业啊 你问他啊 你 你问他啊 是在他的应该在他的左面啊 嗯 左边啊 嗯 嗯 是左边 看见了吗 嗯 好了 跟他 跟他加持一点 那他 能够过到这个关口 你要叫他自己许大愿 而且不能在 红法当中有 各种想法 包括男男女女的想法 包括恋财啊 一定会有报的 你听得懂吗 哦 如果有恋财 如果有男女的事情 你在红法当中 你报应很多 很很大的 要拉走的 还有一个就是绑佛呀 你如果当中有段时间 不好好修的话 你绑佛的话 他也会 胡宝生也会把 把他带走的呀 哦 我每次看到 法会都很 一定很情侶 都做了一种 好了好了 你要了解 这个情况 再说吧 哦 看一下杨玉 杨 祝祝坛 玉 那个玉社的玉 2016年9月12号 往生 你八十岁 叫杨玉 杨玉什么 杨玉 杨 那个杨有的杨 玉 玉是恩玉 就叫两个字啊 叫杨玉啊 啊 杨玉 男的女的 你的 你的 八十岁往生 杨玉 那你看 这个没 真的没办法的 你看人家 人家就设计 签了呢 呵呵 很高啊 不要小房子 哦 这个小房子 已经没什么用了 送不上去了 他 他念的经文 不行的 嗯 他已经在 很高了 很高了 嗯 哦 不愿意念了 哦 这个人厉害了 这个人本身 这个老太太 等于一辈子 等于都是在 在做善事的 嗯 不害人的 而且 而且他有修为的 嗯 看起来他往生的时候 他的皮肤 那个手全部皮肤 很软啊 看见了吗 呵呵 看见了吗 讲都不要讲的 哦 好了好了 不能再问 我看最后一个 一笔去一人 读你 他的电话 二三五八零 有没有掉下来 二三五八零啊 啊 上次你讲 他等下掉下来了 他要去门口 门口 种棉花 他要赶快种啊 还没有上去啊 还没有上去啊 要赶快啊 嗯 他的月上 最后 他的月上多少 这个问题好了 最后一个 一笔去一人 四十七啊 四十七啊 他做错什么事情了 他一定做错一件 什么事情了 哎 上去讲 很少吧 上去 他就最喊好哦 哎 四十七了 升上去 厉害 哇 这么快啊 哦 你叫他赶紧 要忏悔了 好了好了 好 好 再见 嗯 那再见 哎 喂 您好 哎 师傅 啊 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今天会打通 哎 我的环境有点吵 你师傅原谅 你师傅原谅 嗯 我想问一下 我是88年 蜀龙的 我想看一下 我的节作的迷走 然后我最近这两天 脸抽的 很厉害 88年啊 88年啊 对88年属龙的 哦 你的血脉不合哎 哎哟 然后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脸 脸不抽啊 就是血凝度太高啊 哎 啊 我告诉你 你第一要多喝水啊 多念心经啊 赶快念心经啊 我现在看见 哦 你现在身上有像发大水一样的 你要特别当心啊 你士气很重啊 哦 你先 我告诉你 士气重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犯邪淫啊 哦 我知道 我最近在唱会 这个 我告诉你 你前一段时间 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了 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了 听不懂啊 哦 是不是我在 在网上找一些红法素材的时候 你不能动心的 你一动心就不行了 就是比方说 你找红法素材 看到这种 那些东西再怎么吸引你 你也要咬咬牙就看过去 就是把它抵抵掉 或者过去 你不能说停下来看一看的 你只要看一看 你前面 红法的找素材 就是大打折扣 听不懂啊 哦 我知道了 我错了 师父 我以后好好注意这方面 注意这方面了 已经已经吃苦头了 注意这方面 师父 我 您看一下我那个节过了没有 还有业障比例是多少 我88年属龙的 嗯 你还有一个节呢 还有一个小节呢 小节是吧 好吧 那个我业障比例多少 师父 88年属 24 下来一点点 下来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我最近真的 一直在努力 嗯 24 你不能再开玩笑的 你们 你们知道 现在年轻人死的很多啊 我跟你说 我知道师父 你们不要开玩笑 师父 我忏悔 我忏悔我做错的事情 我真的在改过了 改死改关系 不要啊 不要做畜生事情啊 人 人不能做畜生事情 听得懂吗 嗯 因为我之前许了108 后来又许了一个69 我不知道是继续念没念完的 还是要再重新许 然后鱼的话 我之前梦见师父 跟我开了一万三千条 我已经放了一万多条了 慢慢放吧 没关系的 你现在我告诉你 你还好啊 师父给你加持过了 所以你应该问题不大 我就跟你讲了 这不能经常救你的 这一次 师父的法声到你梦里来 跟你讲 叫你放声 许愿念经啊 你这个次 你自己经文的话 你已经许了 就是这点经念掉就可以了 小房子念掉就可以了 哦 好吧 对 师父当时 跟我梦里开始的时候说 那一万三千条 是保密的 我跟你说的 你不能 你们真的不能再欠很多债了 这种情债不能欠的 你听得懂吗 不知道师父 你们真的没出息 没出息 实在不行 就在家里待这么就好了 不要出去跑了 明白了吗 所以我最近就觉得 我的 我就觉得我最近 医院被干扰的特别严重 就是我之前都不会 有这样 这么严重的情况 最近就研究到 就感觉 医院都不像是我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了 那就是节呀 那就是节呀 你不去看 你眼耳鼻舌声音 你全部都控制好 你怎么会控制不住啊 你就是要看了嘛 你才控制不住的呀 耳朵听了这种声音嘛 才会控制不住呀 你们不要这样啊 听不懂啊 好吗 我再问最后一个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 前两天梦见 你的声音跟我讲的 说我大节将至夜章 会升到9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您可以帮我说一下吗 说什么 您梦里跟我说 说我大节将至夜章 会升到90% 前两天做的梦 我只是听到您的声音 没看见人 是啊 你这个节是蛮大的 你千万不能再碰了 我现在给你 唯一的忠告 你在这个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 犯的邪淫啊 或者有的时候 嘴巴乱讲话 这两点要守住 好吧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你咬咬牙 千万不管别人 怎么勾引你也好 你千万要咬咬牙 你要是做了这个事情嘛 你就走人了 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好好好 我觉得了 你自己真的 太把你当个男孩子了 你听得懂吗 什么都不守戒 什么都无所谓 你想想看了 哎呀 主要问题 现在就是你的 其实这种谐音的次数 已经过量了 所以你这个拉下去 就很容易下去了 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吗 好了 听话一点了 听话一点了 不要听完之后就忘记了 命没了 再哭就来不及了 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我最近很少听到这件事 嗯 嗯 好了 你听到 看见莲花吗 11435 多少 多少啊 11435 我的莲花 11435 啊 恭喜你了 死不掉 啊 菩萨保佑你死不掉了 莲花种 莲花还在上面 死不掉人呢 嗯 担心 好了 嗯 我们也要想来 活得像个人一样 不要活得像个畜生一样 听得懂不了 听得懂 好好改的 好好改 不要这么没出息啊 看到一些这种这种东西 马上就眼睛就这么指出来去看 你怎么这么 哎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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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再见了 三师傅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方面在控制不住的话 我就不救你了 哦 我一定改 我一定改 我改了 三师傅 三师傅 我控制我控制 三师傅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哈喽 台长你好 你好 台长 我当时骂你在梦里 哦是吧 骂 因为你来我的梦里 你骂我的脚很痛很痛 很大意 然后我跟台长 你没有搞错 骂到我很痛 然后他人家跟笑讲 啊 很血脂了 是什么意思 帮你呀 帮你治腿呀 你还骂我啊 很痛吗 台长为了我 你不痛啊 你不痛哪个医生 帮人家看病不痛的 你说哪一个医生 帮你动手术 你不痛的 哦 像是感恩台长 对 你赶快要念你婆了 你骂台长的话 你要忏悔的哦 对对 我没有骂 我不是没有 怎样骂 我讲 哎台长 人家说都不说我 那我跟那个师兄 讲那个 建华师兄 他讲 你过一段时间 一般的像 帮你治疗完之后 你大概过两个礼拜 你就知道 你这个腿有什么病了 哦 等到你 等到你这个腿 人家医生说 哎呀 你上次这个腿怎么好了 哎呀 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有炎症啊 你就知道了 哦 教授先生 要感谢台长 谢谢你啊 我感恩你啊 不要骂死我 哎 台长对不起啊 我要念你婆了 抱歉 肯定要念了 台长要问一个63年 兔子女的哦 她的头脑 有问题了 63岁女的是吧 嗯 看看 兔子 啊 她 她看到了 她的手 她的手一起 那个红 红斑 然后她就把她了 发病了 她发病了 哎 然后她家四兄 今天有1600多张 嗯 不行不行 她现在身上 有一个男的 瘦瘦的眼睛 扣进去的 哦 然后请问台长 还有几张 小房子啊 今年68张吗 放生呢 放生要放2300条 2300条 哎 哦 给感恩台长 慢慢放 嗯 好吧 她现在这个灵性 在她身上 我告诉你 经常弄她的腰 还有弄她的腿 她的腰跟腿都不好 呵呵 请问台长 她师兄 她家师兄念了 1600多张 然后她说到几张 几几年数什么呢 1963年数 兔子 谁给她念的了 她家师兄 她家的师兄是吧 就是她先生 1600张 看看 哦 还是很好了 1100张 嗯 哇 感恩台长 她真的很好 很发心 这个师兄 这个师兄为了她 舍命在念呢 要不是她师兄 给她念的话 她会出大事的 师兄 我真的跟她家师兄 很慈悲 这边给人家 社会 人家在意 放生 从来不收一分钱的 这个师兄 真的好 这个才叫真正的帮忙 什么收个公本费 什么 总归里边有水分的 我告诉你 从不要有回报的 你有回报给她 她不给你债 这就是这样 就是好孩子 这才叫好孩子 OK台长 接下来跟我看一个 1976年属龙女孩子 她要问婚姻 76年的女孩子 问婚姻啊 1976年 龙的女孩子 因为现在有一个美国人 有一个澳门人 她想不知道 要写哪一个 她是属什么的 几几年的啦 属龙的1976年 你知道她选 那个美国的华人吧 美国的华人啊 那个澳门的那个人 会赌博的 好像比较武汉 比较麻烦人 美国那个人 好像还比较文气一点 看上去 感恩台长 个人不高 我都看见了 感恩台长 接下来跟我看一个小孩子 2015年属羊的男孩子 问什么 不能再问随便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因为他的耳朵 有一点点问题 他妈妈打了孩子 在他身上 他妈妈打了孩子 在他身上 好了 那要几张小房子 86 放生 800条鱼吧 财长 财长 财长可以问 最后一个问题吗 好了 没时间 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 感恩台长 1974年 属兔的 属龙的 你女孩子 问他身上 有没有灵性 没什么灵性 叫他多晒太阳 阴气太重 然后他的莲花 要八次而咬 你不可以这样的 时间不够了 没时间了 好吗 财长 财长 财 好了 好了 再见了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